20世纪70年代的爱情单纯且纯粹 一对陌生男女见了第一面就领证结婚了 因为现在的话说就是闪婚 互相不了解的两人经历柴米油盐 经历岁月的洗礼和金钱的诱惑 他们又会何去何从 今天带来电影《木马人》 1957年 许林军英家庭出生和有个逃亡到美国的爸爸 被罚去西北牧场劳动改造 整日风吹日晒 生活倾苦不堪 这让他感到孤独绝望 许林军自小孤苦无依 父亲抛弃了他 母亲又早早病逝 自己饱读几年诗书 原本也能当个老师 现在倒好 被罚到偏远的牧场 前途暗淡无光 本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在这偏远 雄浑 壮阔的草原上 大自然纯净了他的思想 劳动讨厌了他的感情 质朴 善良的牧区人民 温暖了他的心 他终于挺了过来 劫出劳动教养后 许林军无家可归 干脆就留在了牧场放牧 也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日子开始逐渐好转 老牧民董大爷 给他钉上门帘子 挡冷风 董大娘还端来了 热腾腾的面条 大娘还开导许林军 告诉他 人要往前看 附近的郭大叔和其他村民 也是处处为许林军着想 想方设法地帮他避难 这一切 无意让他的心中 多了一份温暖 这天 放牧的村子里 来了一个逃荒的四川姑娘 在郭大叔的询问下 姑娘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叫李秀之 家乡脑饥荒 表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秀之这才跟拉砖头的火车 千里迢迢来到牧场 可天有菩萨风云 对象在秀之没来的上个月 因为翻车被砸死了 说吧 秀之眼面痛哭 自己现在对象也没了 无家可归 郭大叔看秀之可怜 就准备给他找个家 可是几次相亲都不成功 大多是嫌秀之身体单薄 不宜生涯 这时 郭大叔想到了一个人 他开心的跑到许林军家里 老许 你要老婆不要 你要老婆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 好 君子一言啊 许林军以为郭大叔是开玩笑的 便笑着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郭大叔就真的把秀之领到了家里 还帮两人办好了结婚证明 这样的场面 主事把许林军吓了一跳 他紧张得不知所措 郭大叔安顿好秀之后 就离开了 留下两人面面相觑 场面有些尴尬 许林军坐立难安 手忙脚乱地给秀之倒热水喝 将煮的粥端给秀之 秀之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 也在心里认定 他是个好人 许林军问秀之的家庭情况 舟车劳动的秀之躺在炕上 早早睡着了 许林军贴心地给他盖好被子 自己则打地铺 将将一晚 半夜 秀之醒了过来 看到地上的许林军 感动得哭了起来 一个陌生人 竟然对自己这么好 他心里既有感动 也有安心 初起身吵醒了许林军 他赶忙起身 询问秀之是不是想家了 还拿出攒了好久的四十块钱 和二十斤粮票 让秀之回四川老家 秀之心里慌了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许林军连忙解释 自己由于出生等原因 不想连累秀之 但秀之却不在意 幸福的大叔和我说了 你不是坏人 当下 许林军也被这份信任 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对着墙壁抽烟 自从自己被批斗 还没有人给过自己 这么大的信任 一个是备受迫害的图书人 一个是背井离乡的逃荒者 两个孤独的灵魂 互相取暖 互相陪伴 第二天 许林军和秀之 收拾好屋子 换上新衣服 请牧场的乡亲们 来家里喝喜酒 乡亲们也给两位新人 送上了生活用品和礼金 这一切都让许林军感动不已 接下来 夫妻二人 男主外 女主内 许林军经常去山上木马 需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秀之就独自在家做砖坯 垒院子 把原本的破屋子 收拾得整整齐齐 许林军回到家里 眼里全是惊喜 娶妻娶嫌 秀之真的是一个 勤劳朴实的好姑娘 秀之白天干活 夜里学文化 依偎在许林军怀里 丈夫教她读书 认字 秀之很聪明 学得很快 她把自己每天的生活点滴 以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 等到许林军回来 就给她看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 两人如胶死鸡 没过多久 便添了一个可爱的大胖小子 取名清清 院子里养满了鸡 鸭 鸽子 兔子 秀之还多了个海陆空司令的外号 乡亲们都夸秀之 养什么成什么 秀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果不其然 生活慢慢开始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许林军的右派头衔被取消了 不仅如此 还给了她五百元 外加一份教师的工作作为补偿 哭尽甘来 许林军泪流满面 压在她心里的大山 终于坍塌了 她欣喜若狂地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 生活越来越有滋有望 现在的许林军 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和体面的工作 心中的喜悦不言而喻 时间转眼来到1980年 旅美华侨企业家许景游带着秘书回国了 一十年过半百的她 身价上亿 拥有多家企业 这次回来 就是想找到三十年未见的儿子许林军 三十年前 许景游无法忍受父母包办婚姻 抛弃妻子 带着新欢去了美国 在她离开后的第四天 妻子就因病去世 让只有十一岁的儿子许林军饱受摧残 这次回来 就是想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父子俩多年未见 许林军刚想喊一句话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三十年了 爸爸这个称呼 对于许林军来说 太陌生了 许景游带着许林军去高级饭店 一顿饭就吃掉了八十几块 这对于许林军来说 简直是天价 他默默拿起又放下 妻子秀之让他带给公公的一篮茶叶蛋 他担心 秀之的一番心意 在父亲那里不足一体 到城里坐车去北京的那天 秀之买了从来不舍得买的 两包枸杞让他带着 许林军想要留下十元钱给秀之 可秀之说什么也不要 穷家俘虏 他担心许林军在外吃苦 第二天 许景游带着许林军 一起到慈禧店买东西 许景游凭借自己的眼光 挑到了昂贵的花瓶 他鼓励许林军 也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想到 许林军却买了一件 最不值钱的泡菜坛子 回到酒店 秘书好奇地问他 是不是喜欢吃泡菜 许林军听后羞瑟一想 他言道 自己的爱人是四川人 最喜欢吃泡菜了 他还把秀之的照片 拿给父亲看 父亲让许林军 把秀之和孩子 也一起带到美国 许林军不知可否 在秘书的追问下 许林军回忆起了 自己先结婚 后恋爱的爱情故事 随后 许景游又带儿子 参加了豪华酒会 但许林军却始终愁眉紧锁 局促不安 态度也始终若即若离 这加重了许景游的好奇心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 儿子的这些年 都经历了什么 晚上 父子俩独处常谈 许景游劝说许林军 跟自己去美国 自己非常需要他 美国的两个儿子 是扶不起的阿斗 他把希望寄托于许林军身上 还问他 是不是还怨恨自己 许林军说 自己并不怨恨 相反 他也曾想念过父亲 许林军含着泪 给父亲讲说了 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和父亲聊完家长后 许林军给秀芝写信 他非常想念秀芝和孩子 回想起临来北京的 前一天晚上 秀芝教育心情 钱只有自己挣来的 花得才有意思 心里才安逸 赚钱靠自己 不靠别人 这叫志气 许林军感慨 秀芝竟有如此胸襟和见识 也在心里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秘书向许景游 称赞起许林军 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比他美国的儿子都优秀 如果许林军能去美国 肯定可以对许景游的生意 大有注意 许景游却有点发愁 他能感觉到 许林军并不想跟自己去美国 转头 许林军又回到牧场 告诉秀芝 父亲想让他和孩子 也一起去美国 一边是美国优渥的生活 一边是眼下清贫 却也红火的小日子 秀芝选择了后者 他不愿去美国 而且他还相信 许林军也不会去 因为他知道 许林军舍不得七连山 舍不得牧场里的一切 更舍不得祖国 秀芝说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一番话下来 许林军抱紧秀芝 他才是唯一懂自己的人 他不仅是自己的妻子 更是自己的知音 许林军毅然决定地 留在了中国 他觉得 祖国好不容易迈过洞大 个人更应该将命运 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不离不弃地跟着祖国 走向心神 许景游知道儿子的决定后 选择理解并尊重 毕竟人各有志 这次回来 本以为儿子会以凄惨的状况 站在自己面前 现在看到儿子过得很好 心里也很开心 他也对许林军有了新的认识 许景游坦言 在财产上 我是一个亿万富翁 可在感情上 我却一贫如洗 最后 他想让许林军 帮自己在大陆买块墨地 一别走过三十多年 或许 他也想落叶归根吧 看着父亲的背影 这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许林军回到了家 秀枝和清清来迎接他 一家人在大草原上团聚 这或许 就是生活最纯粹的模样吧 想之所想 彼此扶持 即使远隔千里 心也连在了一起 这才是恩爱夫妻该有的样子 早在三十九年前 谢敬导演 又拍出了最真实的幸福 当年创下1.3亿的票房奇迹 从山凭借这部片 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提名 三十多年后 这部电影再度爆红 不少网友吵着 希望重音 大家呼声这么高 不仅是想看当年的国民鲜肉猪石貌 也不仅盼着乡村版权制限 更重要的是 木马仁 拍出了大家内心缺失的渴望 那些年 人们的敦厚善良 内心的想法 一眼就能望到底 一眼认定一个人 便答应和他走完一身 无关车子 房子 钞票 只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本质 中国人的婚姻 有很多是一壶凉水放在炉子上 结婚时没有感情 但慢慢的越来越热 金钱或许能让人获得物质的满足 但对于感情的匮乏 却无济于事 这部电影 向我们传达的朴实观念 真的令人肃然起敬